五個雞排 兩個雞塊 香雞排 臭豆腐 章魚燒 都是逛街必吃美食 台中一中街美食人超多 到了深夜同樣也很熱鬧 小吃店家將廚餘垃圾包好 放整齊等回收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迷青 一隻隻老鼠從底下竄出來探路 隨機全家總動員咬破垃圾袋密食 就算被人近距離拍攝也不怕 一中街老鼠為患 附近店家都相當無奈 不管使出什麼捕鼠招數 奈何老鼠神譽率驚人杜絕不完 師父也只能盡力衛教宣導協助整街 而一中街還出現這情景 兩名男子赤裸上身 戴拳擊手套在路邊開打 被民眾拍下直說好奇怪 原來是商家在拍片宣傳 只是沒事先告知 也引起逛街民眾好奇為觀 記者黃翔復敬衛中 彭宇菲台中採訪不到 右不遇耐 閃麻 前老鼠神採訪不到 前老鼠神採訪不到 你旅行 民眾好奇為觀